Hello 大家好 過完聖誕和新年 是不是玩到我的樣子都殘了呢 今天我跟大家分享幾個產品可以急救你的殘養 我相信大家都不想有著殘養過2014年 如果你有興趣就看下去 急救殘養第一步 洗臉都很重要 這個新買 但我用完自己就非常喜歡 這是英國品牌 News Yard Remedies 它是英國製造的 它亦是自然的 這個產品是99%自然的 它就是他們的Wild Rose Beauty Balm 其實你看它的樣子好像實的的 它可以用來做cleanser 亦可以用來做moisturizer 我自己最喜歡的用法就是用來做cleanser 我會怎樣用呢 我會下完妝 普通用一些写妝水下完妝 然後我會把這個放出來 在手心上推開 再在臉上按 按開之後其實它會變成油份 之後就用它跟著它的盒子來的 Muslim Cloth 你看到我這條很白淨 因為我有另外的那些在用 我就不想開這條處了 你就把這條布塞在熱水 或者暖水 其實暖水 然後就這樣鋪在上面 因為這條布是暖的 所以有些放大你的毛孔 蒸一些髒的東西出來 那個效果 然後我通常都會敷三次 那我等有條布冷了 我就會再濕暖水 然後再敷 然後等它冷了 再敷多一次 在臉上 最後那一次我就會用來抹臉 那通常呢 我用完這個之後 我就會發現我的皮膚是很滑 還有很潤 因為其實它是油份比較重 所以你一定要用暖水去抹你的臉 如果不是還是會肥軟軟的 如果你用冷水是不行的 最後才用冷水過一個冷航 但是呢 如果你要抹你的臉的話 一定要用暖水這樣才可以抹走油 抹完之後呢 你會覺得你的臉很柔軟 很有彈性 還有是很潤 所以是很好的 還有我看到我的皮膚都比較明亮了 最好的一個點 我覺得這個產品呢 就是我自己用Emma Hardy 或者Eve Lume 我用在眼的位置 我覺得有少要攻眼 因為我的眼睛比較敏感 但是用這個在眼的位置 我就完全沒有攻眼這個情況出現了 這個我也是很推薦的急救產品 要急救又怎可以沒有面膜呢 今天我會推薦兩個面膜 兩個面膜都由Sea Flora 原因很簡單 就是因為海藻有很豐富的礦物質 我之前都說過了 我不再重複了 但是呢 其實它的修復能力是好過老輩的 如果你要急救的話 你沒有時間等的嘛 最好就是一敷就看到有效果 那些就最正的了 所以今天第一個想說呢 就是它們的Purifying Mask 這個就是它們的清潔面膜 其實這個清潔面膜 比其他面膜比較柔軟一點 因為它都是生物的 所以其實有很多時候 你要去急救的時候 最不應該做的就是 用一些很強的東西 或者很化合的東西 在你臉上 因為你的皮膚已經很累 也都治癒能力很低 你不想敷一些很強的 或者很有刺激性的東西 在臉上去刺激它 會很容易敏感的 敏感是一件你不想發生的事情 所以你記得急救的時候 要用一些比較溫和的產品 這款就夠溫和啦 其實連敏感肌都適合的 其實這款有什麼好呢 這款我自己敷完之後 就感覺到是在敷感的時候 有一點點微暖的 一邊敷感的時候 就覺得它是暖暖的 而且我覺得比較髒的位置 好像鼻位這些位置 是會有一點點刺激的 但不是敏感 它是有一點點刺激的 好像在做事一樣 然後清洗的時候不難洗 而且一洗完之後 我發現臉好像新的一樣 好像明亮了很多 而且你看到是白色了很多 是真的有所不同的 我覺得急救就最適合了 而且你知道我喜歡的東西 比較RAW一點 對 很RAW 你看 我不知道鏡頭能否配合到 近看的時候 你會看到有一粒粒海藻 在這些產品裡面 所以我覺得感覺都很有趣 所以我都很推介 因為我看到敷完它之後 除了臉乾淨了之外 還要明亮了很多很多 所以我這個自己超喜歡的 做完深層清潔當然是做保濕 這個也是從Seaflora的 就是他們的Light Facial Mask 看起來其實樣子都差不多 都是很RAW 而且有些海藻在裡面 這個我自己覺得 如果你說純粹要保濕 很保濕的功能 它就不是的 但是它就做到兩樣東西 它做到少少保濕 加緊緻 我敷完這個之後 覺得臉是緊了 即是那個形狀是出來的 因為有時候你玩到很累 或者做事做到很累也好 你有沒有覺得自己第二天的臉皮很鬆鬆的 我自己就覺得的 通常我自己會在急救的時間 用一些比較緊緻的產品 拉回形狀 因為你的皮膚很累 沒辦法 它都沒什麼營養 它就鬆鬆的 所以最好的方法 保濕之餘 就是拉緊皮膚 而這個用完之後 我覺得那個感覺是很有趣 因為它會有一點點提升拉緊 敷完之後它都很明亮 但是它的緊緻效果都真的很不錯 所以我推這個給大家 還有我試過將它們 因為我做過一些研究 其實這兩個面膜是可以混在一起用的 所以我覺得混在一起用就更快 又清潔又保濕又緊緻 所以我都試過將它們兩個 是一比一的份量混在一起用 我覺得效果都不錯 如果你說你真的很沒時間 去分別敷兩個面膜的話 你可以混在一起用 所以你都會發現皮膚很明亮 毛孔小了一點 而且是很緊緻的 所以這個我們都可以考慮一下 混在一起用 洗完臉、敷完面膜 就應該到最後一步了 我通常急救那天 我會用剛才的洗臉 然後敷這兩個面膜 敷完之後 我就用這個精華素直至 不需要再塗Toner 不需要再做些什麼 洗完面膜之後 就敷這個精華素 不是敷是塗 塗這個精華素 這個就是玻璃瓶妝 在小玻璃瓶妝 小玻璃瓶妝 小小的 要用的時候 就拿紙巾或毛巾 先包著東西 然後拍 一拍的時候 就會看到白色的那邊斷開了 有姐妹都問過我 會不會擔心玻璃碎在裡面 是沒有的 因為她的瓶是做到 你一拍的時候 是一個clean cut 也不會戒手 所以大家不需要擔心 通常我會先放上面的精華素 然後拍開它 之後就晚上用 這個就是由德國的牌子 叫做Welmax 這個就是特別的Sea Silk 精華素 我覺得它好的地方是哪裏呢 它是非常緊緻 而且它是很潤雜的 它不是油膩 但是它是滋潤到你的皮膚 我呢 通常你看到一支這麼大支 分三次用 但是同一晚用 通常我就這樣的 我首先倒了三分一出來 然後就在掌心那裡磨開它 然後就塗在臉上 等它吸收完 它是很快吸收的 它幾秒就已經吸收了 然後呢 再倒一半出來 再塗 然後也是等它吸收完之後 倒了剩下那些 再塗 塗完呢 其實它吸收完之後 你自己會感覺到的感覺就是 它是很緊緻 而且它是夠潤的 如果你的皮膚不是超乾的話 其實已經夠了 你可以回去睡覺 你可以上床睡覺 你自己會感覺到它是很彈的 皮膚 而且是很緊緻的 第二天你起床 最精彩的地方就是 你覺得的面色是比較白滑了 而且這些形狀是出回來 連那些什麼水腫那些怪物都沒有 而且第二天起床 不會出油得來 是夠潤 而且第二天上妝會很貼 所以這個我是超推 我之前都做了review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你可以在下面的blog link看 它一盒就有7支 通常這個就是給你急救的時候用 或者轉季的時候 轉季如果皮膚很敏感的話 就適合去用這些加強噴精華 通常是怎樣用呢 如果你是轉季的話 我遲些再說多一點 但是給你一個overview 轉季通常用兩盒 連續用兩個星期 然後給皮膚休息兩個星期 之後如果你想做一個維持的話 你就隔天可以用一支這些精華 還有我呢 叫了我的makeup artist friend 在快點新兩妝之前 都用這個去打底線 因為真的差很遠 感覺是立刻提升 拉提 還有可以打底 會比較滋潤 和比較保濕一些 所以之後上妝都會很貼 這個就是我的強力推介 很快就分享了四個急救產品 希望其中一個或兩個都幫到你 下次再說 拜拜